这是一个真实的关于母亲的故事 这是个特困家庭 儿子刚上小学时 父亲去世了 娘俩相互搀扶着 用一堆黄土轻轻送走了父亲 母亲没有改嫁 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儿子 那时村里没有通电 儿子每晚在油灯下书生朗朗 写写画画 母亲拿着针线 轻轻地将母爱秘密逢进儿子的衣衫 日浮一日年复一年 当一张张奖状覆盖了两面斑驳陆离的土墙时 儿子也像春天的翠竹茁壮成长 望着高出自己半头的儿子 母亲眼角的皱纹长满了笑意 当满山树木泛起秋意时 儿子考上了线重点衣中 母亲却患上了严重的风食病 干不了农活 有时连饭都吃不饱 那时的衣中 学生每月都得带三十斤米交给食堂 而知道母亲拿不出 便说 娘我要退学 帮你干农活 母亲摸着儿子的头疼爱地说 有你这份孝心 娘打心眼里高兴 但书是非读不可 放心 娘生你就有法子养你 你先到学校报名 我随后就把你送去 儿固执地说不 母亲说快去 儿还是说不 母亲挥起粗糙的巴掌 结实地甩在儿子的脸上 这是十六岁的儿子第一次爱打 儿终于上学去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母亲在默默沉思 没多久 县衣中的大食堂迎来了 姗姗来迟的母亲 她一瘸一拐地楼进门 气喘吁吁地从肩上卸下一袋米 负责掌秤登记的熊师傅打开面带 抓起一把米看了看 眉头紧锁地说 你们这些家长总喜欢占点小便宜 你看看这里有早到中到晚到 还有细米 简直把我们食堂当杂货店了 这位母亲扫红了脸 连说对不起 熊师傅见状 没再说什么 收了 母亲又掏出一个小布包说 大师傅 这是五元钱 我儿子这个月的生活费 麻烦你转给他 熊师傅接过去摇了摇 里面的硬币叮叮当当 他开玩笑地说 怎么 你在街上卖茶叶蛋 母亲的脸又红了 只污着倒了个蟹 一瘸一拐地走了 又一个月初 这位母亲背着一袋米走进食堂 熊师傅照例开开米袋 眉头紧锁 还是杂米 他想 这是不是上次没和这位母亲交代清楚 便一字一顿地对他说 不管什么米 我们都熟 但品种要分开 千万不能混在一起 否则没法煮 煮出的米也是夹剩的 下次还这样 我就不收了 母亲有些惶恐地请求道 大师傅 我家的米都是这样的 怎么办 熊师傅哭笑不得 反问道 难道你家一亩地能种出百样米 真好笑 遭此抢白 母亲不敢吱声 熊师傅也不再理他 第三个月月初 母亲又来了 熊师傅一看 勃然大怒 用几乎失去理智的语气 哎 我说你这个做妈的 怎么顽固不化呀 咋还是杂色米呢 你呀 今天是怎么背来的 还是怎么背回去 母亲似乎早有预料 双膝一弯跪在熊师傅面前 两行热泪顺着熬陷无神的眼眶涌出 大师傅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米是我讨 讨饭讨来的呀 熊师傅大吃一惊 眼睛瞪得溜远 半嗓说不出话 母亲坐在地上 挽起裤腿 露出一双僵硬变形的腿 母亲抹了一把力说 我得了晚期风食病 连走路都困难 甭说种地了 儿子懂事 要退学帮我 被我一巴掌打到学校去 他又向熊师傅解释 他一直瞒着乡亲 更怕儿知道伤了他的自尊心 每天天蒙蒙亮 他就揣着空米袋 煮着棍子悄悄到十里外的村子去讨饭 然后挨到天黑才偷偷摸进村 将讨来的米聚在一起 月初送到学校 母亲叙叙叨叨地说 熊师傅早已山然泪下 他扶起母亲说 好妈妈呀 我马上去告诉校长 要学校给你家捐款 母亲慌不迭地摇摇手说 别 别 如果儿子知道娘讨饭供他上学 就毁了他的自尊心 影响他读书可不好 大师傅的好意我领了 求你为我保密 切记切记 母亲走了 一瘸一拐 校长最终知道了这件事 不动声色 以特困生的名义 减免了儿子三年的学费 与生活费 三年后 儿子以627分的成绩 考进了清华大学 欢送毕业生那天 现役中裸骨喧天 校长特意将母亲的儿子 请上主席台 此生纳闷 考了高分的同学有好几个 为什么单单请我上台呢 更令人奇怪的是 台上还堆着三只 骨囊囊的蛇皮带 此时 熊师傅上台讲了 母亲逃迷供儿上学的故事 台下鸦雀无声 校长指着三只蛇皮带 情绪激昂地说 这就是故事中的母亲 讨的三代米 这是世上用金钱 买不到的粮食 下面有请这位伟大的母亲上台 儿子疑惑地往后看 只见熊师傅扶着母亲 正一步一步往台上挪 我不知儿子那一刻在想什么 相信给他的那份震动 绝不亚于惊涛骇浪 于是人间最温暖的一幕 亲情上演了 母子俩对视着 母亲的目光暖暖的 柔柔的 一缕花白的头发 散乱地搭在额前 儿子猛扑上前 搂住他 嚎啕大哭 娘啊 我的娘啊 朋友们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是否对你有些许触动 那就点赞关注 传播正能量 让更多的人看到